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暑期档头炮 青岛拍摄,谭松韵与许凯领衔,你比星光美丽定档 谭松韵和许凯主演的都市职场剧,你比星光美丽即将播出 这部剧讲述了北漂女孩寄星辞职创业,与投资人韩婷在医疗与健康行业共同打拼,并最终收获爱情的故事,展现了职场女性的奋斗与甜蜜爱情 7月2日,备受瞩目的都市职场言情剧你比星光美丽将在火热的夏季与观众见面,为暑期档增添亮丽色彩 这部剧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拍摄,由谭松韵和许凯领衔主演,讲述了一段跨越十年的深情与梦想 你比星光美丽改编自九月西的小说,谭松韵在剧中饰演不甘于压抑内卷职场生活的北漂女孩季星 她勇敢辞职,踏上艰苦的创业之路,并最终成功获得投资人韩婷的支持 两人在医疗与健康行业携手共进,致力于推动中国AI在线医疗的发展,在事业奋斗中也收获了彼此的爱情 谭松韵凭借独特魅力和精湛演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职场女性形象 无论是在你比星光美丽中的季星,还是在请教我总监中的宁萌,或是向风而行中的承销 她都以不服输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职场上勇往直前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季星是一位不甘于职场内卷的北漂女孩 她勇敢地辞职,踏上充满挑战的创业之路 季星的形象是每一个在都市中奋斗的年轻人的缩影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即使前路坎坷,也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谭松韵在你比星光美丽中饰演的季星,是一位充满智慧与活力的创业者 她以坚定的初心,面对职场挑战,不断重塑自己的未来,实现创业梦想 季星的形象是每一个在职场上奋斗女性的缩影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坚持初心,就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继承欢季之后,徐凯再次饰演霸总角色,让人十分期待 这次她在剧中饰演的韩婷,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投资人 她与季星携手,在医疗与健康行业共同奋斗,为AI在线医疗领域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韩婷的角色展现了职场中男性的担当与魅力 与季星的合作更是职场中男女平等,共同成长的典范 你比《星光美丽》不仅是一部职场剧,更是一部言情剧 季星和韩婷在事业奋斗中也收获了彼此的爱情 一次失约让两人的爱意深埋十年 然而,当他们再次相遇,所有等待和梦想都变得值得 他们的故事是关于时间,爱情和梦想的最好证明 告诉我们在职场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不仅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还可以找到与自己携手同行的伴侣 你比《星光美丽》的官宣定档,为湖南卫视的黄金档增添了一抹亮色 该剧已贴近生活的剧情,精湛的演技和深刻的主题 必将成为都市职场剧的新标杆 腾讯和芒果TV联合网播,会员更可享受抢先看 SVIP用户甚至可以提前8小时观看剧集 你比《星光美丽》是一部展现都市职场女性奋斗与爱情的电视剧 谭松运和徐凯的精彩演艺必将点亮我们的职场生活 该剧不仅展现职场的奋斗,更是爱情的寻觅 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谭松运和徐凯 见证他们如何携手奔赴最璀璨的星空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谭松运和徐凯的CP感好喝吗? 徐凯新剧《你比星光美丽》,剧里的他既冷酷无情,又助力梦想 徐凯在都市职场剧《你比星光美丽》中饰演投资人韩婷 这一角色以毒蛇和犀利的态度著称,但背后却是一个助力他人实现梦想的实际行动者 他的投资哲学和冷静果断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引发了对投资行业的广泛讨论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韩婷是一个穿着讲究,气场十足的投资人 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似乎能够看穿一切,洞察人心 他在商场上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使他成为众多创业者心中的传奇人物 韩婷的投资风格非常直接 他毫不留情地提问,直击要害,常常让创业者感到措手不及 例如,当面对一个刚刚转行的创业者时 他会毫不客气地问,你凭什么认为自己会成功? 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直接切入核心 这种不留情面低风格,正是韩婷的投资哲学高效 直接,不浪费时间 观众们在观看时纷纷表示,韩婷的毒蛇真是又爱又恨 他的犀利言辞就像是现实生活中投资大佬的真实写照 这些评论不仅显示了观众对韩婷角色的喜爱 也激发了他们对投资行业的浓厚兴趣 韩婷深知商场如战场,弱肉强食 他从不轻易信任别人,也从不随便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种谨慎和敏锐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总能准确掌握市场动向,保持冷静,不被外界的喧嚣所迷惑 观众们在评论区留言,韩婷的冷静与果断真的令人敬佩 如果我也有韩婷这样的投资眼光和判断力,早就成功了 这些评论不仅展示了观众对韩婷的敬仰 也引发了更多人对投资的深入思考 在剧中,韩婷常说,天使投资人并非真正的天使 然而,当他看到寄星的创业项目展现出巨大潜力时 他选择权力支持 尽管他的言辞依旧尖锐 但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指导意义 只有有实力的人才配谈人脉 没有价值的人即使参加再多的饭局也不会被真正重视 韩婷的这些话深深影响了寄星 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业之路 寄星意识到,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能在商界站稳脚跟 而韩婷虽然表面冷酷无情 但实际上是一个助力梦想实现的天使 只是他表达方式带有刺痛罢了 观众们纷纷表示 韩婷这种毒蛇天使的人设真是太有趣了 他虽然说话不留情面 但每句话都是金玉良言 这些评论不仅表达了观众对韩婷的喜爱 还激发了他们对投资行业的更多思考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韩婷是一个复杂而富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冷酷无情和助力梦想的双重身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观众对他又爱又恨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 使他在投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部剧不仅仅是关于职场和投资 更深入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是否应该像韩婷那样冷酷无情 还是更硬注重人性的温暖与善良 这引发了观众对人生和商业哲学的深刻思考 让我们一起期待徐凯在《你比星光美丽》中的更多精彩表现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对韩婷这个角色的看法和感想 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 我们共同探讨投资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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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